领略过新凯湖秀丽的风光 刘华坚说 他要带我们进入 黑龙江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龙王庙 龙王庙核心区位于新凯湖东部 是一块天然的沼泽形湿地 从新开流逛景平台 驱车向东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到达了核心区边缘 在我们拍摄期间 恰逢国家鸟类环指中心副主人张国刚 也在新凯湖进行东方白贯的环制工作 我们便与他约好 一同前往核心区 我们摄制组来到新凯湖的时候 恰逢是这里的雨季 所以说我们要想进入到实地深处 还是得依靠我们身边这样的交通工具 像你们一般进去做工作 也是会借助他进去 对 这里边的水比较大 水比较高的话 我们就得用这种水路两汽车来进去 否则的话人是进不去的 那我们现在是从这里开始要往里面走 大概多少米呢 咱们今天下午进行的话坐两个槽 一个是两公里 第二个槽距离叫三公里 咱们今天下午的日程将近是五公里左右 那从这进去开车要多久 第一个槽的距离将近半小时左右 到了第二槽将近一小时左右 透过云层从空中俯瞰 龙芒庙被一片翠绿覆盖 几条气流蜿蜿其中 更像是一片草原 刘花经告诉我们 这里其实是一片危险的区域 草舟之下 是水深大约两至三米的湿地 在沼泽中前景 很有可能遇到暗沟 地裂缝等区域 所以我们需要驾驶水路两用车才能进入 这也是他们日常寻乎的声音之咒 但这样的地方 对于东方白贯来说 却是最好的气息地 那我们这次进道里面 主要就是给东方白贯的幼鸟上这个环制 都会带一些什么设备进去呢 我们带了一些环制的标识物 这是一种我们叫金属环制 一条腿上带这个 另外一条带了这个彩环 彩环主要是为了增加观察的效率 这个带了装的这个是什么 鸟的追踪器 这个是装在鸟的后背上的 这个相当于是个保护的一个措施是吗 就是怕磨损这个肌肉什么的 那像这个环制的不同颜色 是不是也是有规定的呢 这有规定 这是一个国际上的规定 俄罗斯白色的 蒙古绿色的 日本是黄色的 韩国是蓝色的 就加上我们国家是红色的 就是五种颜色 比如说鹤或者罐 也都在我们国家常常流域 环绿可能在俄罗斯 就是不同的国家 用这种颜色分配出来以后 那么对这个鹤罐的前期路线的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 刘华经告诉我们 在湿地沼泽中行走 难免涉水 所以每个人都要穿戴胶靴 在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后 涉质族一星人开始出发 进入湿地我们才发现 即使是水路良人车 在这里前行依然很困难 刘哥长我们身后打眼 看感觉像是草原的样子 以为这个地是石的 但其实从我们行车的后面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下面其实有很深的这个水池 反正在看的时候 实际上有一层草皮的 这个草皮像是一公分左右 架子就是适合 过来这个好多车 有些波浪的起步 对 所以还好有这一层草皮 为我们提供一个支撑 否则的话 进来会更困难是吗 是的 但是像在车子就卖上 这些水位就相对比较深了 我们这些草皮管都拔透了 然后踩到我们的水里 完全眩了 出发大约十分钟 我们行驶了三百米左右 由于设置组所乘坐的 这辆水路良人车 没有安装履带 不一会儿我们就遇到了难题 现在这个车子 基本上是不再动了 是发生什么情况 进入一个深水档折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 车路就发生打滑了 我们现在可能要下来 进行一些人力上的辅助 看看这个车能不能 太沉了 太沉了 是吗 对 车辆深险泥潭 我们不得不下来 等待前车的救援 刘华坚介绍 以前没有水路良用车时 他们的日常巡护工作 只能靠经验一点点摸索 用木棍探路行走 短短的几百米 经常要走上两三个小时 而且非常危险 像湿地基本上表面 都是被植被给覆盖住的 所以我们也很难判断 哪里的水是比较深 哪里的水是比较浅的 水位要通过植物的种类不同 判别这个水位的深浅 现在有遭流的区域 将这个水位要浅一些 仅次质呢 像小一张 仅仅再次质呢 就是像说台草 还有说我们目前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有一些浆浦 还有说一些土瓶 这些水位比较深一些 这个水位现在 目前咱们现在草棍子没踩透 下面的水位至少在一米深到一米五左右 刘华经告诉我们 草坪就像一块漂浮的大地毯 把我们托浮在水面之上 而草坪之下 则是深达一米左右的水坑 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 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否则很容易深险其中 过了大约十分钟 前车把我们的车辆拖出了泥坛 但由于坑挖不平 一路上很容易再次限车 我们只能不断上下 帮助车辆前行 行驶了大约十五分钟 设置组来到了第一个 东方白贯潮穴 张老师我们现在来到 这个东方白贯鸟巢的下面 发现两只小鸟 好像是比较怕我们 就把头都缩进去了 他们的父母呢 这个时候他的父母 应该出去找食物去了 新凯湖在东北这块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繁殖地 它一般是四月中旬就开始 修巢 补巢 然后产卵 大概五月初就可以开始孵化 大概是六月初的时候 能够小鸟能够出壳 那么六月初到现在 快会飞的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一个月 可能有四十天左右吧 这个时候正好是它的 预除时间 就是雌鸟和熊鸟 都会轮流地去寻找食物 然后去喂它 张国刚告诉我们 蛇禽是能够适应在 沼泽和水边生活的一种水鸟 东方白贯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属于大型蛇亲 主要以小鱼 蛙 昆虫等为食 孵化期时 一只雌性东方白贯 可以产三至四枚端 这是我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东方白贯 它的羽毛是非常干净的 非常的洁白 黑色也上面也感觉 是一尘不染的 像这个黑色的羽毛 是它的尾部吗 不是 这部分呢 我们叫初级飞鱼 然后在后边呢 我们叫四级飞鱼 这里边叫三级飞鱼 刚才还可以看到 有一块那个羽毛 没有换出新鱼 这个羽毛刚出来 就是小鱼鱼 这个飞 初级飞鱼刚长出来 所以它现在刚长之后 它不会飞呢 张国刚告诉我们 为了防止缓止期间 东方白贯发影激烈 缩粮食必须给鱼鱼 佩戴头套 预除过程中 东方白贯学习飞行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期间它的父母也会轮流照顾 进行投围 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吗 判断不出来 一会儿我们还得通过这个 把羽毛 通过羽毛上面 从它羽髓来鉴定 公家试验室来鉴定 它的DNA染色体 来判断它的刺绍 从它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3.910 那像这个体重的话 对于未成年的东方白贯 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吗 正常的数值 其实我们判断它的健康 除了体重以外 还要根据它的一些外表的一些 比如说羽毛 羽色 它就是比较鲜亮的一种感觉 你摸它的腹部的话 脂肪 脂肪这些都可以来判断 它的身体状况 就是它的地方 如果是脂肪比较多的话 它这地方食物比较丰富 测量完体重 工作人员还为东方白贯 记录了体长 会长和赤长 等一系列数据 张国刚告诉我们 这只东方白贯 除鸟非常健康 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除灵 但它已经开始练习如何飞翔 不久后 它便会离朝 跟随父母在野外 学习一个月的生存本领 然后单独生活 为什么要带在这里呢 在这个区有防止这个 玩的一个脱落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很容易就伤到 这个东方白贯了 带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分合好 下一步工作 我们就是这些年 我们做的比较 成功比较多的 就是给它带一个卫星追踪器 就是这发射器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北斗定位的 北斗定位以后呢 然后呢 把数据呢 通过我们的移动通信的 传到我们那个客户端手里 那像这个是怎么绑在它身上呢 这个发射器呢 一般要固定到这个 背部 背部都靠上一点的位置 然后呢 在下边的绳子呢 要交叉一下 你看它们现在在 在这 在左右要交叉一下 交叉以后呢 把交叉后的绳子 从翅膀的下面 翅膀的下面 对 然后绕到前面来 绕到上面 还要寄到这个孔上面是吗 对 张国刚告诉我们 环制的鸟类信息 会在全国鸟类环制中心 数据库中 统一记录并保存 目前 它们已经为70多种 600余之个体 安装了鸟类追踪器 鸟类追踪器 不仅可以帮助 了解珍稀后鸟的 清洗路线 也可以为动态金色鸟类 异病传播和防控 提供科学基础数据 工作结束后 我们跟随刘华金 来到尸体中 另一个东方白罐的潮群 走到这个潮下 觉得这个潮的体积 真的是挺大的 像东方白罐的潮 是不是在水秒当中 算是体量比较大的了 它的一个宽度 最大是达到2米 高度将近 你看60多分 到70多分 你想做这样一个潮 需要花多长时间 很费时间 目前咱们看到 这个东白罐潮 这个潮体是利用到三年了 东白罐 它利用旧潮的习惯 它第一年进行旧潮 第二年来的时候 把第一年旧潮进行维护 把地带增加 所以导致东白罐的潮 潮体来说越来越大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看到 就是下面的潮穴 好像是颜色发深一点的 是它以前可能是前年 或者大几年做的潮了 对对对 刘华金考寿们 虽然新海湖作为候鸟 栖息地繁殖环境良好 但由于缺乏潮材 所以此前东方白罐的数量并不多 2006年 黑龙江新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始为东方白罐搭建潮穴 当年搭建的八个潮穴中 就有六个成功吸引了东方白罐 前来定居 到目前为止 湿地中已经搭建了289个潮穴 而且每年都会不断进行维护和增加 这也为东方白罐的繁衍 提供了稳定的居所 那像东方白罐 它一般筑潮会选择在什么样的位置筑潮 这个东方白罐筑潮吧 它一般选择在湿地边比较开阔 它有一个警戒的问题 所以它选择的速度比较高 一般的高达 假如说5米到10米左右 黄鸟旁边必须有一些小的型的抛则 或者是像说地链啊 暗沟啊 那边什么 它觅食区域要需要大量的一些食物 喂食一些雏鸟 包括它浮化 所需要的一些营养 像在我们身后这个潮穴四周 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只有我们身后这一片区域 是有这个东方白罐的粪便的 东方白罐粪化以后 出出以后 成鸟就在槽上 就浇到幼鸟 将来保持摸得要干净 干净 所以说你看成鸟嘛 给雏鸟做一下示范 这期的朝一某个方位 当它这一片区域 刘化金介绍 一只野生东方白罐的繁殖区 可以达到4至10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 这里已经成功繁育了 近1600只东方白罐雏鸟 目前整个保护区内的 东方白罐繁殖种群数量 已经达到了110只左右 离开龙王庙沼泽湿地 刘化金驱车带往前往 大兴海湖与松阿茶河的交汇口 一路上我们看到 这里的湿地环境更加原始 腐朽多年的树干 遭已被湖水淹没 草州间栖细着各种候鸟和水禽 这里仿佛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 与世隔绝 车行20分钟后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现在站到的地方 正好是又可以看到大兴海湖 又可以看到松阿茶河 对 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大兴海湖 在我右手边就是松阿茶河 松阿茶河也是大兴海湖的 一个唯一的外流河 松阿茶河它全长是205公里 它的深度是6到7米左右 它的核框幅将近50米 在咱那个古林市 古林湖头镇 与俄罗斯的伊曼河共入汇入 只为无珠里江 松阿茶为满雨窥婴之意 原指头盔上的丝织事物 放眼望去 大兴海湖漫无边际 微波荡漾 翠绿的水草镶嵌在湖岸 与连沿的湖面相映生辉 刘华先介绍 这里也是中俄两国的边界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 哪一面是俄罗斯 在对面 咱们目前的一个对面的方向 它就是俄罗斯境内 松阿茶河属于介河 现在目前咱们站的位置 就是松阿茶河的一个河口 目前这个位置 相对说比较特殊一下 为什么呢 这是平常每年的12月初 松阿茶河开始红重 在12月末呢 大兴海湖开始红重 由于大兴海湖巨大的水体形成 它有巨大的水压 把松阿茶河的这个动物风筒 这块区域给压碎了 在松阿茶河口这个区域 3到5平方公里 就是在明水面 这个明水面呢 也是每年春季户表 南北天西这个重要的提前点 这个点位 刘华金告诉我们 冬天最冷的月份 河口位置的温度 可以达到零下35摄氏度左右 但即使这样寒冷的天气 松阿茶河河口依然水面流动 而且经常伴有天然雾松的神奇景观 这也是星海湖冬季最迷人的地方 几天的行程虽然时光短暂 但星海湖浩瀟阔的美景 让我们惊叹 我们也心怀敬畏之心 珍惜这大自然的馈赠